不要脸 1998年发行的老歌恨你不回头 经过了数学博物馆创办人改编 歌词变成了 歌词中除了为了红包操手抛脑后 恨你这样堵职恨你不回头 字字句句都用词相当的重 多达十多首的改编歌讽刺检察官 刘欣创办人因此被提起了毁谤公诉 一审被判有罪 而在上诉二审维持四年徒刑 认为他这样子判决是早在我的预料之中的 知道笔录被删除了 我就写了十八首歌 那因为打官司就很忙 数学博物馆创办人刘清田 面对了采访强调自己坦荡 修出自己收集的证据 原来他在一百零九年的时候 起诉一名成姓男子被性侵占 不起诉被驳回 而隔年刘清田被举控 在网路上散布陈南贿赂检察官的文字 甚至更进一步改编歌曲填歌词 只检察官收红包 官商勾结被提起公诉 这起官司 刘欣创办人不服一审有罪判决提起了上诉 而二审八月底出炉 针对了文字部分逆转无罪 把官认为应该放宽言论自由 在YouTube里面把他拿掉 我说我不会拿掉的 因为我是在推动司法改革 坚持司法改革 不愿拿掉讽刺改编歌曲 刘清田得面对四个月的徒刑 不得上诉付出代价 三天新闻王少女俊荣 台南报道